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树 今天呢又在这个山清水秀的 天桥底下 给大家来来另外一集的 吉普木马人的视频 开始之前呢 我先来考考大家 我问你 以下三家汽车生产商 都有哪家生产过吉普木马人 一 福特 二 克莱斯勒 三 威力 答案呢会在视频最后揭晓 比较敏感的同学呢刚刚已经听到了一个刺耳的 这个汽车生产商的品牌名字 只是一个呃一个这个长知识的东西吧 长姿势哈 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知道多一点 真正的重点呢今天讲的是一个吉普木马人的特别版本 这个特别版是谁呢 这个特别版本是谁呢 就叫做这么凑巧 replic partners bic company tx4 这特别版本是 quizos ос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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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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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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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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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它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到底适合谁来买呢 今天唐大叔就跟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 这个Willy Wheeler呢 中文怎么翻译呢 维利轮胎 Willy Wheeler这个特别版本 是在14年的时候才正式 算是新加入这个特别版的一个吉普木碗人 当然也有两门和四门 四门之前唐大叔说过全都叫Unlimited 所以呢 Willy Wheeler Unlimited就是四门 那我眼前呢 大家也知道唐大叔喜欢原汁原味一点的两门的吉普木碗人 所以今天牵出来这头呢就是两门的Willy Wheeler 首先呢 Willy Wheeler几个特别的地方 在讲其他的东西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不是黑色啊 是这个深灰色吧 或者叫太空灰吗 用这个苹果的讲法 反正大家知道就行了 不是说色差的关系 但是呢 它前脸这个7Grill 就是前面七个 这个七大洲 所谓吉普的飞文字标志这块 我每一次都会提到 也是黑色的 那当然这个可以选同色的 这个硬顶 也就是后面这一部分 但是唐大叔 我觉得这种深色也好 黑色也好 配这种黑顶 比较质感的黑顶更好看 所以呢 这是我选的一台 另外的话呢 这里面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其实这个轮圈应该也是黑色的 我换到这一边来大家来看 但是呢 我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把这个Rubicon上面的这个轮骨给偷过来了 那我觉得 因为整体其实都是黑色的 前脸完全黑色 上面是黑顶 下面这一个Rock Slider 这个石头保护的这一块 也是算是黑色 蚊子这里应该也是黑色的蚊子 也很漂亮 但是呢 用这种银色 有点金属色的 把这个Rubicon上面扒下来的也蛮漂亮 所以呢 真正的Willi 这个Willi的特别版吉普骂人 它是以黑色为这个 一个比较 一个主题色 黑色为主题色的这么一个设计 另外的话呢 大家一定想知道了 所有的特别版都会基于一个普通的吉普骂人 或者说Stock Jeep Stock呢 就是没有改动 当然只有三个了 运动版 沙哈拉版 还有Rubicon Sport Sahara 还有Rubicon 这个Willi呢 其实是以Sport 也就是最基础的Sport 为基本吧 为底板 这样来做 Willi Willi的定位呢 是 这个 对越野比较 开始入门 或者说 已经开始知道 这个消费者对 越野这个活动吧 它已经有比较清晰的 这么一个倾向了 我买吉普摩尔人 不单只是为了酷 它有这么好的越野能力 我是准备带它出去 越野一下 但是呢 又没到了发烧 又到了Rubicon 这种级别 当然 Sahara的话 那么漂亮 像这个 铜色的 挡泥版 Fender这些东西 都是铜色的 都是喷漆的 弄到会刮花又不行 其实这个 所以呢 就是一个加强版的Sport 当然 这里面有很多 加的很多东西 首先外观上面Sport 或者大家还记得 如果没有 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视频 基本上是一个光头吉普摩尔人 一个非常好的架子 什么都 一个很好的越野能力 外观也不错 但是基本上其他东西都没有 对吧 也没有这个上下的梯子啊 也没有像这个上面 有Rock Slider 侧面 然后 基本上 就是一个很简单 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底子 在这个基础上呢 像卢比肯标配的就是Rock Slider 萨哈尔就是像这个 像一个梯子一样的 对吧 当然萨哈尔定位 如果没看过也可以看我这件事情 它定位是更多 城市为主 这个户外为辅的这么个定位 卢比肯就是户外为主 城市为辅 或者是根本不考虑城市这个问题了 那 这一个的Sport 其实也是这样子 Sport是一个 城市开 平时公路开也很舒服 越野的时候也有一定能力 而且剩下东西 你要加自己去加去改 都可以改 那 威里这个东西 除了这个我刚刚说的 Rock Slider下面加了以后 轮子大家知道了 这个其实就是卢比肯的人装轮子和轮骨 但是呢 除了轮骨我刚刚说的标准的 本来是黑色之外 轮胎也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非常好的越野的轮胎了 已经是泥地轮胎所谓 不是这种全地形轮胎 另外的话呢 它就是 在外观上面 也是非常漂亮 比一般的Sport看上去就是 就会漂亮很多 当然是轮骨 还有前脸 还有 这个Rock Slider都有关系 而且另外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就是 它是这个前后轴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像标准的Sport我之前提过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前面的轮子车是四个轮子 然后一个轴一个横轴一个竖轴 那前面这个轴型转一次 也就是发动机带动 它会通过中轴往后面输出这个力量之后 后轮要这个轴型转几次 也就是说同样四个轮子都转一次的话 前面轮子可能输出的力量是1的话 那标准的Sport输出的力量假如说3.21 这是标准 那升级以后呢是可以升级到3.73 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个扭力会更大 当然就是为了越野或者爬坡的时候更好用 当然到了卢比肯这个轴的比例就是变成4比4.1了 1比4.1那就输出更多的扭力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Willy Wheeler呢 它的调好了这个前后轴比呢是3.73的 也就是所谓升级以后的 但还不止这样子 更进一步的越野能力 轮胎轴比之外 大家看非常漂亮红色的 这个呢叫Dana 44 这个就是说一个heavy duty一点 更厉害的这个这个轴这个部分 包括它的suspension这块 而且很漂亮的红色 这个在运动版或者sahara版上面是没有的 前面呢是Dana 30 所以前后这个东西 简单说的话就是更heavy duty一点 就是更耐操一点 越野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呢这个Willy Wheeler 理论上从越野能力来讲 在整个洗衣浦木马人家族里面 也就是仅次于这个卢比肯了 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轮子 轮子本身对于越野很重要 另外的话轴比3.73呢 也就是卢比肯的标配3.73的前后轴比 那已经够厉害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刚刚说的前后轴的这个heavy duty 耐操的这么一些东西 所以讲了这么一大堆背景的东西呢 现在我们可以开开也绕了好几圈了 我们来细看看每一个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Willy Wheeler是湿大大的啊 是因为唐大叔今天可是亲自洗了一下车 做上一个视频的时候呢车有点脏 所以呢这个唐大叔今天洗一洗吧 虽然这个颜色是比较耐脏的大家看 但是呢还是适当洗一洗比较漂亮 因为我很喜欢这台车 唐大叔之前说过 如果我不是买最最基本的这个运动版的话 慢慢玩上去的话 或者对出车者我这么建议的话 那如果对一开始定位就是我将来会玩一些这些 往户外走的话 其实Willy这个特别版 Willy's 对吧 Wheeler就可以直接上 而且很漂亮 它这个一个贴纸吧 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前脸的全黑色的前脸 包括大家看到吉普的标志也是全黑色的 非常的漂亮 再来呢 你看这块是跟是黑色的 是一个也是黑色的 就是这一块在front bumper前面这个防撞篮子里吧 整个这一块是黑色的 上面也是黑色的 当然这样配起来圆头灯 圆头灯本身都是一个颜色的 但是这种亮亮的白色和黑色有对比就很有感觉嘛 大家可以整体再看一下 好 另外呢 当然小脱钩也是黑色的 就是轮子 轮子标准的里面呢 其实应该是黑色的 也有这个小吉普的小彩蛋 黑色的 这个比较难形容 但是就是会很酷 整台这个车技术会很酷的感觉 黑色大家记住 轮胎呢和卢比肯一样是这样的轮胎 全地形的这么一个轮胎 轮毂的话呢是17寸的轮毂 轮胎是32寸 刚刚唐大叔说的Dana 32 就躲在这个轮胎后面了 这个轴里面 这一整部分红色的 还有这个轴 heavy duty的一个 后面呢是Dana 44 这些太太那个的咱们就不细说 当然吉普梦尔人下面都会有skid plate 所谓保护的under armor这一块 那还有的话大家也发现了 Trail Raider也是黑色的 下面呢Rangular也是黑色的贴纸 侧面呢其实和运动版都一样了 架子都一样 但是呢这个颜色不错啊 很漂亮的和黑色配 因为它主题黑色嘛 不管你选白色 白色我觉得好像没有深色那么酷 对吧运动版白色倒蛮好 这一款车因为它黑色主题的关系 白色就也不错吧 但是我感觉这个颜色 甚至黑色我也没那么喜欢 就这个颜色深灰色的我是最喜欢的 当然所有红色也不错 所有这个吉普木马人运动版能选的颜色 这台都能选 另外到后面呢 除了轮子就是一样的了 对吧 四个轮子 还有一个第五个也是全池轮子 就是这里 会有一个写一个4 4WD 这样呢大概外观就是这样子 绕了N多次了 大家都知道了很漂亮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 然后一边说说 当然吉普木马人的话 再重新说一遍吧 它所有的这个powertrain 也就是引擎这个变速箱这一块 都是一致的 都是V6的3.6的Pentastar的这个引擎 手动挡的话呢 就是六速手动或者五速自动 这个都是一样的 选配的东西呢 基本上也都一样 像里面电窗电锁啊这些东西 都是要选配啊 或者是 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啊 导航啊 皮椅啊 这些东西 但是呢同样的 门 这个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前后玻璃前面可以放到 后面呢一整块可以拆掉 头顶的那个板子都可以拆掉 这些都是一致 What's up 又被同事吐槽 好 不理这些闲杂人呢 哇 现在太阳出来了 正好咱们也进去了 正好光线好一点 现在呢我们坐在里面 里面大概看呢 基本上所有的木板人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 这里肯定吉普 从1941年开始 今天是75周年 下面这一个 所以文字的标志 那为了外面的黑色主题 里面内饰也是黑色的 底子黑色 所以呢 内饰外饰搭配的很漂亮 很一致 另外这台车呢 是稍稍的有一点小配置 但是不多 首先的话 它还是手动挡了 然后呢咱们有电窗 就是power option 电窗电锁 窗口从这里开 另外呢 这个是配了导航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配置也不错 对吧 第一你就可以选完全圆着 因为手动窗口 唐大叔喜欢这种什么都没有 第二的话就可以弄一个这种 简单的power option 有点电窗电锁 然后有个导航 大家也知道了 这么小一个荧幕 也没人花很多时间去玩它 对吧 但吉普莫尔人 这样的话可以专心驾驶 和享受这个 去目的地一路上的风景 另外的话 既然有了这些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这台车是配了蓝牙 还有这个 语音控制的一些东西 还有简单的像 这个就指南针了 还有一些简单的 像胎压呀 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显示 等一会把车打开 大家就看到 另外这个车也有巡航 其实如果选了这几样东西 基本上都是 对吧 选了蓝牙 还有这个有荧幕的 那基本上这些 这个Cruise Control 巡航的就会配在一起 当然所有一致的 这个木马人的四驱嘛 都是手动 先带大家看看 好一点的角度 两驱high 对吧 高速两驱 手动调到中间四驱 再过来一点 空挡 这样可以平拖 如果你前面有大车的话 最后就4 wheel low 四驱的 低速四驱 另外呢 这台 当然也有这种 有准的 防滑的这些东西 真正遇到雪天或者什么 可以试试看 如果真的是逃不出来被卡在哪里的时候 一般平时就是默认是打开的 关掉的话呢 就是 防滑的东西吧 大家 还有当然空调 其实这几样我觉得比较好了就够 在什么皮椅啊 或者升级的音响啊 大家可以升级奥派的音响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必要 当然这个定位嘛 去野外的对吧 如果你城市的那还不如Sahara 这些东西都有 那两门的话呢 轴比大概是91吧 寸 所以这个车其实空间 嗯 坐四个人是可以的 但是两个人一两个人后面这块 把凳子放倒 空间还比较够用 两门也比较漂亮 我个人认为 当然需求如果四门的话 四门也很漂亮 但是看需求主要是 那两门就是大概这样子一个空间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这个感觉 作为一个人现在 啊 两个人是很舒服 放点东西把顶拆掉啊 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把车发动起来 看一看 一些简单的东西 如果没有 这些power option什么电的那些东西呢 就会一个像门钥匙一样的样子 好 首先打开之后呢 自己车检查检查 拉了手刷的标志没有保安简单 会告诉你 那我刚刚提到的 这一部分呢 是可以有一些信息可以去看 这样子吧 我每一次按这个的时候呢 就会显示一些信息 现在英里还是公里 System OK 有一些东西如果会提醒 就会在这里显示 那这里个人设定里面呢 可以选语言 那个锁 假如你一开起来 大概速度五六公里 或者十来公里的速度一起来 自己会关 现在默认是打开的 自动呢 锁好车之后呢 钥匙一停 引擎一关呢 我们就打开了 现在默认是打开的 所以第一次按 打开 钥匙上的打开 开锁这个呢 是把驾驶位置的门打开 再按就全部都打开了 你可以调声 按一下 两个门就全打开 锁的时候呢 就是锁车有没有第一声 对吧 然后灯会不会亮一亮 对吧 如果把声音关了 灯亮了 也可以知道我车锁住 所以呢 人走了之后呢 前头灯如果没有上锁 还会30秒之后自己关 这些东西大家一般都 Oh Hue Star 这个东西很有用 因为手排的如果死火了 或者说那个的时候 车会帮你杀一下车 几秒钟 这样你有时间 就是在斜坡设 特别是上坡的这样子 点火往前走会有帮助 好 一拳回来了 再继续按这个menu 不断按呢 就会有来绕这个一些重要信息吧 可以用这样子看速度比较好 对吧 容易看到不分心 这是油耗 刚刚大叔呢 重新轻过了 现在没有上来速度 油耗比较高 这台实际的油耗 因为轮子的关系 大概在14左右 13.5到14吧 实际的使用 现在油不多了 油不多的时候 假如说这台车配了远程启动了 是用不了 就是按两下 车子动打火 开空调那个功能 油灯这个亮起来的时候 就不能用 好 监控胎压 这个很重要 off-roading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气放掉 对吧 放到18.9啊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玩好了之后 再把气打回去 这个可以来看看台牙 但我说的18.9 是另外一个计算单位啊 这个的话 我还脑袋里算不过来 大概是这些有用的功能 对吧 蓝牙也挺实用的 酷子控制就不细说了 在这里面呢 也讲过很多次了 简单快速的过一下吧 首先语音控制的 这中国人咱也说不清楚 也就不用了 蓝牙比较实用 电话来的时候 可以按方向盘上 也可以按这个 Video里面有三个AMFM 还有Satellite Video 所有的控制呢 除了手动刚刚那里之外呢 在方向盘后面 哇这个好难的 所以在方向盘后面 在右手边呢 方向盘的后面 右手边控制音量 这里中间呢 就是循环AMFM和Series Radio 就是那些卫星的 在方向盘左手边那些呢 就换台 往上看就上一台 往下看就找下一台 中间呢 就是预设好的 主件导 所以这个手都不用离开 就可以用到 控制这些音响的东西 很实用 在接下来呢 Media Media里面呢 大家可以听自己喜欢的歌 这个下面里面是有个 28GB的硬碟的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 放USB的 插上去 把自己心爱的歌放进去 就可以导到里面听了 那买File 刚刚不想按到的 本来也想按的 这里会显示 可以看照片 听歌 现在内存的大小 28 密一点 刚刚的地方 那这里显然放CD 放碟子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可以放DVD CD Audio里面呢 就是在 一些 对吧 我一般喜欢放过两个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因为 吉普木碗人的喇叭的 位置的关系 我觉得 呃 这个声音整体向后移一点 这种呢 好像效果蛮好的 当然就这个了 中高低音 我自己想要放到4 和3 和1吧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大概过一下 这个就这样子了 窗户的控制 所有的空调的这一块呢 我是很喜欢这个设计 这是一个无极限的意思嘛 大家可以去 说说自己的想法 不停的转 不停的转 永远不停歇的 去探险去旅行嘛 蛮有意思 好的 现在呢 我们 基本上这个 呃 吉普木碗人的特别版 Wailers Wailers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今天呢 就不做试驾了 啊 有机会的话可以 因为开起来的感觉 和卢比肯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因为轮子的关系 啊 避震的话 感觉不出太多 呃 呃 就是说有什么不一样 吉普木碗人嘛 啊 另外的话呢 就是 因为 轮痕比较大 整体感觉呢 是把车变高了一点点 呃 这种抓地力呢 不像一些很宽的这种 全地形轮胎的这种抓力 那么黏 也不是很黏啊 一点点黏的 因为它面积大嘛 这种感觉很轻盈对吧 像脚尖走路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车3.6的引擎嘛 285匹马力和260的牛力 V6引擎很有力量 所以脚尖有力量 感觉还是 呃 想要加速的时候 还是挺有感觉的 公路开不难开 两门的关系有一定原因 四门可能会感觉 呃 更的一个一点 那两门的话 还真是蛮蛮蛮蛮不错的一个驾驶感觉 呃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下面给我留言 我到时候也可以做一点 但因为前面也开过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前面的 好的 今天呢 就简单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款唐大叔很喜欢的 因为这一款车的这个价位 还有定位 呃 大家也知道运动版最 最最最简单配置的是价格最划算 当然 他有一些真正很 四驱很厉害 像卢比肯这个 那运动版和萨哈尔都没有 但是呢 他因为这个 Wheelless Wheeler这个特别版 对吧 我刚才说的前后这个 耐操的轴啊 然后轴比啊 3.73啊 然后轮子啊 跟卢比肯一样啊 甚至我这台车 今天这个 都是把卢比肯的原装轮子都拆过来了 包括轮毂 啊 所以这台车变得一下子 本来木马人 不要以为运动版或怎么样 他的运动啊 这个越野能力已经是很厉害的 不要以为他是哦 不是最最最最贵的 或者最怎么样就不行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你的定位很明确 我将来买的季风马人 我会出去玩一玩的话 啊 或者经常想去跟大家去野外 啊 这个4x4或者offroading 或者camping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直接买这一台 这台总量在市场上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呢 而且他的黑色主题 配深色的 我觉得白色应该也可以吧 我个人喜欢深色 而且不喜欢黑色 我喜欢这个 深灰色的 叫granate 这个颜色 啊 绿色的我还没看到过 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目前为止 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很酷 很 很有个性 在一个运动版上面 一些基本的思绪的东西 就给你升级好了 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个是我很喜欢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了 如果还没有订阅唐大叔频道 请拜托订阅 啊 如果觉得 这一期的信息还蛮有用呢 请给我这个 如果真觉得讲的不好 或者不到位呢 下面留言跟我互动 可以给我提意见 如果真的觉得太差了 那也可以这样 求求你不要这样子 嗯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欢迎大家收看 有百事木马人唐大叔为来 为大家带来的另外一期 吉普木马人的视频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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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